我們上個禮拜 不是應該禮拜二 我們禮拜二已經開始介紹這個波函數 我很快的從波函數這個概念 再跟大家稍稍的複習一下 那我們前面就講說 我們在這個波動裡面 我們說波動有粒子特性 所以DeBrogi就是說這個會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其實粒子在行進的時候也有波動特徵 那為了要來描述這個波動特徵 一個很重要的當然就是說 那數學上我怎麼做這個事 所以我們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創造一個數學函數 這個數學函數我稱它叫做波函數 這個波函數純粹就是一個 簡單的講話它就是一個數學函數 那你創造一個數學函數 你就要有一個特定的用途 那這個特定的用途就是上面寫的 它實際上的用途就是要使得 我在某一個特定的空間的位置 XYZ 某一個特定的時間T 我可以去描述 發現這個particle的probability 你整個這個數學函數要達到這個功能 OK 所以它會是這個函數本身一定要是一個空間 跟時間的一個變數 那它要描述的是一個機率的概念 所以很重要告訴你 這個pese本身這個波函數本身呢 它並沒有特別的物理意義 它是一個數學函數 但這個數學函數要達到的功能就是 它的絕對值平方要代表的是機率的概念 那代表的是機率的概念 好 所以整體上 我等一下要講的就是 我怎麼去創造一個數學函數 這個數學函數是一個最簡單的psi cos wave 那這個psi cos wave 基本上它就可以描述一個周期性的變化 它是一個隨時間有周期性變化的概念 那接下來我們才要去講說 好 那如果我只有單一個這樣的波動 那你就會發現單一個波動 它沒有辦法來描述這個物體的行徑 因為等一下我們就看到 為什麼我需要是多個波 把它組合成一個所謂的wave packet 一個波包 那我用這個波包來描述物體的行徑 好 所以從wave function開始你就會發現 我要創造一個波函數這件事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處理 我先去看看單一波動是要怎麼樣用數學來描述它 然後呢我們上次已經稍微簡介過就是說 我可以靠波的重疊原理 superposition 就是大家要給你做的這個homework 我可以把很多個波把它做一個合成 當我把很多的波做成合成以後 它本身還是一個數學函數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數學函數會更接近你想要它達到的目標 因為你要達到的目標就是在 某個時間某個空間裡面 它要有一個值 這個值代表的是發現這個物體的機率 所以你有了這個整個overall的picture之後 我們上次稍稍講過就是說 如果我只有單一個波動 那你會發現這個單一波動它的速度 有可能會比光速來得快 因為這是一個像速度的概念 所以你就知道從這邊 它很難用一個單一波來描述物體的行徑 因為物體的行徑不會比光速來得快 好 所以今天我們要開始去講 從數學上我怎麼去創造一個單一波動的函數 一個single wave 那single wave很簡單 你看這個水波啊 它就是隨著時間 然後上上下在震動 那最簡單的一個數學函數當然就是一個psi cos wave 好 所以呢 這個如果你去看就是說 一個最簡單的東西是神波 你去看這個神波的時候 我如果只是去看特定的x等於0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看它隨著時間的變化 隨著時間的變化 所以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它會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我去看神子的amplitude變化的話 那你怎麼去描述這個神波在x等於0的位置呢 那基本上隨著時間變化 它這是一個標準的cos wave 這個μ是它的頻率 好 那這個函數你很清楚的看到它是一個時間函數 那我剛剛已經講了 你要創造一個波函數 這個波函數一定要是空間跟時間的函數 所以接下來我要把空間的parts放進去 那空間的parts放進去 到底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說 好 我本來只看x等於0的位置 我現在去看x等於某一個特定的x的位置 OK 好 那這個位置呢 其實我跟x等於0 是有相同的amplitude 因為你知道這是一個周期函數啊 所以呢 我一定可以找到某一個x 這個x呢 它的amplitude還有相位 是跟x等於0是一樣的 好 那這兩個點一定會吻合一種關係喔 因為我任意找到x 不見得會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我要找到某一個x 它跟x等於0 它有一模一樣的amplitude 有一模一樣的相位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 我一定會吻合某種關係存在 你可以看得到 我對於我的這個 波的travel 我的波travel的一段時間p 然後它的單一波的速度 叫vp的話 那麼我走了一段時間 當然是距離乘以速度 距離乘上 對不起 時間乘以速度 就等於距離 就等於距離 好 那麼你就會看到 那我所需要的時間就會等於 x除上vp 好這時候你就可以想了 如果我要 我在x等於x這個點 這個點我叫它時間是t的話 我叫它時間是t的話 好 那我剛剛已經告訴你了 在x等於x 時間t的時候 它的amplitude 我希望它要等於x等於0的那個位置 OK 好 那我現在怎麼做呢 我現在就站在t等於t的位置上 那我去問說 那麼 那個 x等於0的時候 它所對應的t到底是多少 那其實非常簡單 這個時候呢 x等於0的那個位置 它所對應的時間應該是 原來走到x等於x那個時間叫t嘛 對不對 那它從x等於0走到x等於x 這一段 它走的距離是x 速度是vp 所以這一段真正花掉的時間叫做x除vp嘛 所以對於x等於0那個時間來說 它的表示方法 就可以寫成t減掉x除上vp 大家聽得懂這個相對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可以把 我實際上要的是什麼 我實際上在告訴你就是說 我找到兩個點 一個點叫做xt 這樣的一個 距離x 時間t 它要跟在原點x等於0的位置 它有相同的相位跟amplitude 我現在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把時間跟x 同時放到函數裡 所以我做了一個簡單的變化是 我把這個點 相對於t等於t的時候 把它用x放進去 很簡單的就是把x跟t透過vp做連結 所以這個點叫t的話 這個點就叫做t減掉x除上vp 沒有 所以這個就得到我們剛剛要的東西 這件事情我實際上就是要把 原來這個 這個函數裡面是沒有 沒有x的 function 沒有x parameter 好 所以呢 我現在就告訴你就是說 其實我的y呢 可以寫成這樣的一個關係式 因為你現在就會發現 我這樣的關係式 它會讓這個方程式 可以是對的 你把xt跟0 t-x除上vp帶進去 它的y會是相等的 好 那這個 這個東西呢 我就一路的化解 一路的化解裡面 有兩個重要的概念 一個叫做 角頻率 這個角頻率呢 事實上是 線頻率乘上2π 另外一個叫做波數 波數叫k k叫2π over lambda 所以它等於 Omega over vp 這兩個東西 所以我們經常後面會看到說 你要記得住 好 我這樣一路的 做這樣的簡單的化解以後 你就會發現 我可以寫出一個 很簡單的關係式 這個關係式叫做 a cos omega t-kx 所以你就會發現 我得到我要的東西了 我創造一個數學函數 這個數學函數 同時是位子 跟時間的變數 然後呢 它的amplitude 會隨著時間的變化 再做改變 所以這是一個 單一波動 最簡單的數學函數 ok 好 這裡面有一件事情 我要提醒各位的是 這個所謂的 Wave lambda k 因為當你在做你的 那個 homework的時候 你就會仔細看一下 這個k的變化 跟你最後得到的結果 有什麼關係 這個k是什麼 這個k是二拍除上lambda lambda是距離 所以它真正的單位是 e除上距離 也就是一個距離的導數 你們什麼時候學過這樣的東西 一個real space的導數 這個東西你叫什麼 叫recipical lattice 導經格 導經格 這個在晶體造舍裡面 大家學過這個 實際上沒錯的喔 這個k 實際上就跟各位在學的導經格 是有關係的喔 所以當你開始在做你的homework 你就會發現 你的這個k啊 跟你的x之間 是有關係的喔 這個關係你做了 你就會看得出來 我先不在這裡講 所以你以前在學這個 晶體造舍學的時候 你不必然有很好的概念 什麼叫導經格 我跟各位學的時候 我也沒有很好的idea 導經格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想法 不過我倒真的告訴你 你把那個homework 好好做一做 而且做的時候 你仔細去看一看這些東西的話 你會開始有一點概念 這個導經格 真的就是一個 距離導速的概念 你真的去做了一下 我們再來討論這個事情 所以我要告訴你這個k 我們在後面也會去看到 它其實 就是你的合成波啊 你現在在做的時候 你是先給單一波嘛 先給單一波 然後用superposition加總起來 你會得到一個合成波 那個合成波 跟你的單一波之間 其實是有一個關係在的 這個關係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這個在公術學過的 複利液轉換 很多同學可能跟我有一樣的想法就是 為什麼這個東西要跟這些 討厭的公術扯上關係呢 不過它的確就有很漂亮的 複利液轉換的關係 當你在學複利液轉換的時候 你其實沒有很好的science 它哪來做什麼用 但它的確是在做正經格跟導經格之間的轉換 所以這個在後面我們會看到 OK 好 所以我提醒你 我可以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數學函數 來描述這個波動 它的amplitude 也就是說 我給你任何一個時間 任何一個x 我可以告訴你 它的amplitude是多少 對single wave來說 好 那上次我們已經看了這個圖 為了要給大家 開始去想你怎麼做這個homework 那我們就說 其實 做單一波的時候 你會很明顯發現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它的travel的速度可以比光速來得快 第二個呢 我們說創造這個波動幹什麼 創造這個波函數就是要描述物體的行進方向 如果你用單一波的時候 在特定時間 你會發現很多不同的位置 它的probability是一樣的 就你去做這個波函數的絕對值平方 你會發現在很多個位置上 那個波函數的絕對值平方答案一樣 這件事情不太能夠描述實際的物理現象 因為如果這個波函數是對的話 代表的是你物體開始行進以後 瞬間散發成非常非常多個小東西 然後在各個不同的位置出現 所以會讓你看到 在很多個不同點上面 這個有相同發現的probability 所以你就知道單一波從物理上 其實是沒有辦法用一個單一波來描述物體的行進 那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就想 那我怎麼讓這件事情能夠更好呢 那麼我們就從音樂的節拍來看 音樂的節拍是來自於兩個非常接近的波動 互相的interference 這邊就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有一個波叫做 a cos omega t-kx 那這個時候你當然要把 它的頻率是多少帶進去 你就知道它的omega 波長帶進去你就知道它的k 這個特定的關係裡面 我其實只是把兩個波的頻率 做一點點小小的更動 從440個Hz 調到442個Hz 這兩個波 你一把它做加總以後 你可以看到原來都是非常漂亮標準的cos wave 我一旦做了superposition以後 你會發現 它有一個我們所熟知的所謂的波包在這裡 OK 你會看到這個東西 當你有越來越多波做加總的話 你會看到最後 有可能會產生像這樣的東西 這個東西代表什麼 這個東西代表 只有在這個範圍裡面 你取它的絕對值平方 是有非0的數值 其他的地方 基本上 你取它的絕對值平方 就是幾乎等於0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 我用單一波 沒有辦法來描述行徑物體 可是我用多個波做superposition 產生wave group 或產生wave packet 當這整個wave packet在移動的時候 越來越像你手熟知的物體行徑的概念 因為你看到的只有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 只有在某一個特定的位置 它有這個wave packet的存在 所以基本上 你慢慢慢慢就發現 你的確可以用一個波函數 這個波函數是由很多很多的單一波 很多的cos wave 做superposition 所形成的一個 所謂的wave group ok 好 那上次我們已經告訴你說 實際上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看得到這個圖 這個只有兩個波凍在走的時候 你如果看上面跟 這個不是那麼明顯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某種程度上你可以看到 它事實上是一個波凍在move 你做到20個波的時候 這個情況會更顯著 當你自己去做這個homework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wave packet 當你的波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interference產生了 後面很多就不見了 然後你最後看到這個 整個往前在走 所以這個的移動速度 就是大家熟知的群速度 group velocity 可是這個裡面其實是 有很多的這個單一波所組成 這每一個單一波的移動速度 是我們所謂的face velocity ok 這個是大家以前學過的這些 不同的波動 它的速度的definition 但你去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個群速度 事實上是慢得多了 因為它有互相的interference 所以什麼是wave group或wave packet 事實上就是我剛剛講 它是一個組成波 它是一個很多的單一波的組成 所以它中間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干涉 所以呢 你最後會看到 那整個波的形狀會產生改變 所以它amplitude會變 這個我們稱 它整個group shape也在改變 好 你會有兩種可能性 你會有兩種可能性 一種可能性 所以就像我們的這個 這個光 在真空裡面傳遞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光裡面有 紅橙黃綠藍定值 可見光的話 ok 這個每一個可見光 不同的顏色 它的波長是不一樣的 可是當它在真空中走的時候 不同的波長它的travel的速度還是一樣 都跟光速三乘十的八次方是一樣的 所以你會有一種情形就是說 它的這個速度呢 都是相同的 它其實跟波長沒有關係的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時候 你的群速度會跟這個像速度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沒有任何的干擾上的問題 大家一起往前走 那會有一種情況就像 當你把光打進三明鏡以後 那各式各樣不同的波段 它的波速就會不一樣 veracity不一樣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開始看到 我們所謂的色散 dispersion 也就是說 這些單一波 紅橙黃綠兩電子的波 它的速度 事實上是跟它的波長有關係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不會travel together 因為每一個人跑的速度不太一樣 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群速度跟像速度會是不一樣的 因為每一個單一波的速度不一樣 那 結論是這樣 結論就是說 我最後需要拿來描述物體的行徑 那你就會發現 你的波函數需要像是一個波包的形式 而怎麼樣才能夠形成一個波包形式 它其實是由很多很多個不同的波所組成的 OK 那這些不同的組成波裡面 你也會發現 它實際上 它的這個速度 跟它的lambda之間是有關係的 那透過這些superposition跟interference以後 它形成了這個wave packet 所以這個wave packet的移動速度 實際上會等於物體的移動速度 最後這個statement 就是群速度會等於是物體的移動速度 這件事情等一下我們會去證明 不過結論是這樣 結論是 我創造一個波函數 這個波函數的群速度 最後會等於是物體的移動速度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了解 這個是完完全全我們所想要看到的數學函數 因為你創造一個數學函數 你想要去描述物體的移動 那當然這個波函數本身 它的某一個特定的移動速度 一定要跟你的物體行進的真實速度 要是一樣的 那這個時候這個波函數 才有真正的物理意義